刚刚划过一道闪电 大家有看到什么吗 那是球哥闪亮登场了 大家好 这里是爱好数据分析又独来的球哥 喜欢球哥的记得点点订阅哦 如果在一五至一六赛季的时候 球哥问你 你认为扎克拉文是名什么样的球员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说 他是一名顶级扣架 但如果是现在球哥在问你的时候 相信大多数人会说 他是一名全能得分手了 那么问题来了 在身体不够强壮 运动能力有限 并且遭受过膝盖重伤的拉文 是怎么从一名扣将 进化成全能得分手的呢 起初在第十三顺位 被森林郎选中时 所有人对拉文的期望都不高 因为在拉文的选秀报告中 明确地写着这些缺陷 身体不够强壮 篮球技巧不足 球伤晚收 虽然拉文也拥有着NBA级别的稳定的投射能力 尤其是三分 但是这些缺陷都是能够更直接地阻碍他的发展 在三年郎的初期 由于拉文有着稳定的投射能力 这也让三年郎选择让拉文充当着投手的责任 这也就直接导致 在新秀赛季拉文60%以上的出手都是在中远距离2分和3分 其中也包括27.6%的篮下出手 但这对于拉文来说是无法满足的 尤其是在拉文未免扩篮冠军后 拉文因此收获了自信 他开始丰富自身的进攻手段 吸取更多的球权 并且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力量 这也让拉文在篮下出手比重不断产生 同时这也让拉文从一名投手开始转变为全能得分手 但问题是 在这种情况下 三年郎要给予拉文更多的资源 可是拉文却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 而且再加上和维基斯的打法冲突 这也就使得拉文在16-17赛季被三年郎抛手到攻游 当然 还有原因是因为这时拉文遭遇大伤 再来到公牛后 拉文步入了快速成量的步伐 由于拉文此时需要的是一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舞台 恰好公牛正值充电器 于是公牛给了拉文舞台 并且给了他一只四年7800万美元的合同 但是在商业付出 拉文掌握球权后 却充分暴露了自己无法担任核心的问题 在18-19赛季 拉文首度担任球队核心的完整赛季时 虽然拉文场均能拿到23.7分4.5篮板4.7助攻的数据 但是他没有给球队带来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没有串联起球队的进攻 助攻率仅为22.6% 其次 拉文在面对包夹协防之后 无法有效地分球并给队友创造地位 1.3的助攻之舞比 也是在证明着拉文作为持球大核心的低效 再加上这个赛季拉文带领的公牛只取得了22胜43败的战绩 这也就表现出了拉文不是一个合格的组织者 不具备空位本能的他 很难得分组织一把抓 而这样的结果也是让公牛决定另寻出路 有时候必须承认 失败就是成功之母 在经历了失败的赛季后 拉文才开始醒悟 专注于得分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篮球才能 于是在19-20赛季 拉文从双能位转型回了全能同手 并且更加全面了自己的进攻技术 在19-20赛季 如果去观察拉文的技术动作 我们能够发现 拉文喜欢用自己的身体优势去掩盖烈士 由于拉文有着历史级别的运动能力和爆发力 同时拉文又有着不太好的篮球技巧和运球 所以无论是运球的直接突破 或者是急停跳投 干拔跳投 拉文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习惯动作 就是运球一步之后起重心 篮球短暂地停留在手掌上 介于翻腕与不翻腕之间 然后借助这个技术动作 以及拉文自身的爆发力 让拉文能够顿一下降重心突破 或者是直接地干拔跳投 或者是快速地从运球转化为跳投 也正是在拉文充分发挥自己爆发力和运动能力的优势 又规避自身身体和技巧烈士的情况下 让他在这个赛季里有着更高效的效率 在持球出手距离提升到14.4的情况下 依旧保持44.9%的投篮命中率 以及38%的三孙命中率 场均投进3.1个三分球 当然 更重要的是在19-20赛季的拉文 转型成为了投射型的三号位 在进攻端减少了球星式的持球打法 更多地增加了自己的无球投射 而这样做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 拉文有了更高效的表现 在这个赛季 拉文场均拿到25.5分 4.8篮板 4.2助攻的数据 同时以38%的命中率 完成生涯新高的场均8.1次三分投射 并且 拉文在这赛季的受注功率 也是直线上升到了45.5% 而拉文在18-19赛季的受注功率 仅为37.5% 其中 三分球的受注功率 也是达到54.9% 同时 拉文攻匡得分的受注功率 也在增加 扣篮终结的受注功率 更是从58%提高到68.2% 而这些都是拉文在增加 无球进攻比例后的高效 但其实 拉文早就证明过 自己的无球能力 在16-17赛季 拉文还是投手时 拉文的受注功率就达到了59.2% 三分球的受注功率 更是高达80.8% 而此时 拉文的使用率 却是生涯最低的21.7% 却让拉文场均拿到了18.9分 3.4篮板三助攻的高效数据 而在新赛季里 由于样本过少 无法过多的评判 但是也可以看出 拉文在沿着 超级得分手的道路上前进 虽然在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 拉文的三分水准 较此前出现了大幅的下滑 可是拉文的进攻效率 仍旧高效 从目前拉文的发展轨迹来看 可以说 拉文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尤其是在遭受大伤后 从场均10.1分 上涨到现在的20加 可以说在拉文的这几年职业生涯里 他都在朝着一名超级得分手进化 但是理性地说 拉文的上限领域可能就在这了 拉文能沿着得分手这条道路不断前进 成长为一名更加高效稳定的得分手 他的场均得分还会提升 但是指望以拉文为核心建立球队体系 并去冲击好的常规赛排名 甚至总冠军 显然是不现实的 因为这无关努力 而是拉文一直存在的短板和困难 也就是篮球技巧 领袖能力和防守能力 由于拉文缺乏抛投技巧 这就使得拉文非常不善于 在篮下5英尺至10英尺之间的游戏区去得分 上赛季仅仅通过抛投出手了44次 所以他只能选择持久突破到篮下 常人如临的禁区 但是拉文并不喜欢迎着防守人 用自己爆炸般的弹跳 给予羞辱性的扣篮 而是更喜欢用避免过多身体接触的拉杆上篮 来完成篮筐附近的终结得分 但拉文又不会利用身体接触 寻找对手的犯错时机 以便获取轻松得分的机会 这也就变相地加重了拉文的进攻重弹 作为领袖 拉文需要带领队友取得胜利 但结果却是拉文能够得到华丽的数据 却无法带队获胜 而且拉文在处理关键球的能力上 也总是出现失误 而这一点后续相信拉文也是能够减少失误 然后就是拉文无法处理好将帅之间的矛盾 并且还将自己的态度公之于众 引导球队舆论 这不是球队领袖应该去做出来的 当然还有就是拉文糟糕的防守能力 不管是有球还是无球 他都无法给对位者带来足够的压力 甚至他在防守端的投入意愿也不足 与进攻端一样惧怕身体对抗 似乎在他的意识中 认为以他的身体条件 很难在防守端产生威力 而且有点掩饰防守 非常容易让对手轻松突破 在场时 基本无法给球队带来正面的帮助 反而是产生不变影响 所以后续拉文想要再进一步的话 防守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 在职业生涯的七年时间里 拉文也是取得了很大的通胀 从一名被人熟知的扣将 到现在全能的得分手 但是如果拉文还想更进一步 那么他要走的路还有可能吗 赛季在变 球哥的独奶精神永远不变 第十三顺位的得分后卫 生涯前期都在打替补 用一次扣篮冠军展露头角 并在之后成为联盟顶尖得分手 不好意思 今天球哥要说的这个人 并不是传奇球星科比 而是在前不久 首次入选全明星的扎克拉文 2016年 名不见经传的他 完成惊恐以后 问鼎扣篮大赛 让全世界记住了他 出色的身体素质 飘移绝伦的扣篮表演 以及第十三顺位的得分后卫身份 加上拉文生涯前期 一直活跃在板凳膝上 这些关键词 让你很难不把拉文 与科比进行对比 而拉文本人 也不止一次提到科比 就是他的偶像 并且自己也是因为科比 选择了8号球衣 纵观拉文的赛场表现 球哥不得不说 他的很多动作招式之间 确实有着不少黑满巴的影子 但是不管是进攻方式 还是在球队中扮演的角色 拉文都与科比有着很大的不同 甚至目前的拉文 更像另一位NBA的 传奇得分后卫 恩斯卡特 在过去的几个赛季里 拉文从场均17分 4篮板3助攻 到如今的29分 5篮板5助攻 可以说拉文已经成为了联盟 最炙手可热的得分手 而在拉文质变的背后 当然也包括他在打法上 做出的改变 以及对球队战术的 更深层次的理解与适应 关于拉文是如何完成 进化的这个问题 球哥之前有单独做过影片 详细介绍 今天就简单来说一下 如果想要深入了解更多 大家可以去看这只影子的内容 今天球哥主要想说的是 为什么拉文的球风 会越来越像卡特 以及他在将来的发展 是会成为第二个卡特 还是能够完成突破 去书写属于拉文自己的传奇 我们都知道 拉文向来 以劲爆的扣兰文明女士 但是即使是曾经稚嫩的他 会的也不仅仅是扣兰而已 他从进入联盟开始 就已经成为了联盟平均水准以上的优质投手 在他职业生涯的第二个赛季 拉文就可以投出单季39%的三分率 射进了123个三分球了 出色的运动能力 加上优秀的投篮 这两样特质就可以证明 拉文在进攻端将大有可为 但是拉文早期依旧拼手 是最直接体现出来的问题 就是一直没有足够的空间 给他直线加速 对手很容易通过对抗来破坏他的平衡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的命中表现 并且拉文不像库里欧文 拥有着极其娴熟的运球技巧 可以通过大幅度的变相来摆脱防守 也没有像龙多保罗那样出色的传球视野 能在第一时间找到空位的队友精确知道 可以说早期的拉文就已经和他的偶像科比 存在明显的差异 单打能力的不足 让他在持球进攻上的表现不停不出彩 很多时候甚至会影响到球队整体的进攻节奏 所以也许我们一开始就错了 这个看上去略显腼腆的大男孩 一开始就不是科比那一块唯我独尊的类型 而他之后的进化也没有朝着科比的方向发展 在效力于公牛的几年间 拉文做出了很多的改变 最明显的就是体型肉眼可见的变得更加强壮 在面对身体对抗时 拉文不再挣扎 并且大部分时间面对贴防 他处理了游刃有余 并且在了解了自身持球进攻的不足以后 他学会了更多的借助挡开和掩护来发动进攻 这让他可以安全的面向篮筐运球 配合原本就极强的篮下终结能力 打出高效的进攻表现 本赛至今 拉文有43%的进攻 都是借助挡开来发动的 除此之外 拉文在进攻选择上也做出了很大的改变 像联盟中大部分明星球员在做的那样 拉文顺盈潮流 增加了更多的后车步投来 每场平均会注收两次的车步投来 并且命中率在五成左右 这些数据可以体现的东西有很多 一是拉文的进攻手段有所增加 这让他在场上的威胁变得更大 第二我们都知道 车步投篮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进攻选择 拉文能够将他变成常规选择 也说明了他的投篮能力得到了进化 能够命中更多高难度的出手 从来说 如今的拉文阅读防守的能力和自主进攻能力 都已经达到了明星级别 这也是他能完成致病的原因 但是在他看上去赏心预目的赛场表现背后 却是影响力不足的高阶数据 本赛季的拉文在正负值IPM PIPM这些高阶数据上 都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赛场影响力的不足 导致经常出现拉文砍下30分40分球队 依旧输取的情况 能投能扣 得分能力超群 却在对球队的影响力上有明显不足 这一点与曾经的卡特可以说非常相似 纵观卡特的职业生涯 无论是在猛龙打出名堂 还是在篮网魔术的争冠时期 尽管卡特自己的表现始终稳到不能更稳 但是对球队的影响力却始终不如于期 而这也是同样擅长扣篮的拉文遇到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卡特作为曾经的四大分位之一 个人能力上毋庸置疑是联盟中的金字塔尖水准 巅峰期的卡特在拥有基德和杰弗森的篮网 可以轰下场军27.5分 5.9篮板 4.7主攻 他有极致的切入能力 顺滑的投篮手感 但他似乎就是没有办法成为球队的大挡家 这里球阁当然不是在否认卡特的伟大 但是事实就是 卡特在作为唯一核心的猛龙时期最好的战绩 也不过是47胜 在季后赛 被另一位进攻大师艾弗森淘汰出局 并且 在卡特漫长的职业生涯中 他的确没有证明自己 可以作为核心帮助球队取得成功 而这也是拉文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如何以球队核心的角色 取真正的影响比赛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两个人 哈登和詹姆斯 这两位超级球星 曾经也面临过类似的问题 并且都很好地取得了突破 只是二人的方法略有不同 由于哈登此前效力于极端魔球化的火箭 这就需要他以最高效的得分手段来区分 因此哈登就在自己的技术特点上做了聪明的减法 他着重研究和学习了球队最依赖的进攻选择 并在原本基础上精益求精 抛弃了其他在比赛中被定义为低效的进攻手段 简单点说 就是根据球队战术需要 只练习战术需要的进攻手段 并将这样的进攻能力开发到极致 有多极致呢 极致到即使对手知道你要这样做 他也没有办法限制你 这就是哈登在进攻端的影响力 而詹姆斯显然和他不同 詹姆斯的进化 在球哥看来应该是在热火之期 比赛的热火虽然坐拥三巨头 却没有足够的薪资空间引进合格的中锋 导致在总决赛中内线被德国老司机 彻底打爆痛失冠军 而当时詹姆斯做出的选择 是让自己变得更全面 他开始尊重 并且向奥拉朱旺请教了第一位的梦幻脚步 以及内线的进攻手法 加强了自己最不擅长的中距离跳投和发篮 在此后的几个赛期里 詹姆斯变得无所不在 他可以在游七区杀伤步行者 可以在三分线外射爆凯尔特人 还可以在面对拥有邓肯坐镇篮下的马刺时 在中距离惩罚对手 当然也可以在戴维斯确证的时候 率领胡人连败 可以看出 在面对自身影响力不足的情况下 詹姆斯的选择是让自己变得更加全面 全面到他的影响力能够覆盖整张技术统计表 而对于拉文来说 无论是像哈登那样树叶专攻 还是像詹姆斯那样全面发展 他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既然拉文有能力 从曾经的森林郎替普希 走到全面性的赛场 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 他还可以进一步完成进化 而一旦他做到了 那么球哥认为 拉文不会再被当作下一个科比 或者下一个卡特 他将有能力去书写属于自己的团棋 另外 为什么我还只是刚刚开始写这篇稿子 公牛就输给了太阳 以上就是本期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球哥的影片 就请点点订阅 要想看球不糊涂 订阅球哥不含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